专案组一共走访了87位受害人 询问笔录将近20万字 其中一个频繁出现的受托人 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按照委托文书上的条款规定 受托人可以全权处置委托人的房产 即说明受托人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操盘手 在受害人的描述中 频繁出现几个人的名字 白玉金、曲芳博、林国强 而且这三人都是京广金融服务外包 北京有限公司的员工 这三个人将受害人的房产骗到手后 都会再次转移到另外五家公司的名下 这五家公司的法人 钱林斌、胡明凯、韩文君 同样也是京广金融服务外包 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 看来这个京广金融公司是关键所在 那么他的实际控制人又是谁呢 林国斌 十年三十六岁 北京顺义人 京广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其从业经历较为复杂 创办京广公司之前 曾是某大型中介公司的业务员 对房产交易了如指掌 林国斌利用专业的知识积累 培养了一批行业骨干 他们了解从房产过户到公正委托的一系列流程 甚至还会通过虚假诉讼 拿到法院判决书 以图合理合法的侵占受害人房产 其实 早在2013年 林国斌就通过个人操作 顺利地完成了一起套路袋诈骗案 尝到甜头的他 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高速列车 于是招兵买马成立公司 将套路袋进行规模化操作 2013年9月 林国斌伙同曾涛 成立了北京金盛佳汇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套路袋犯罪 2016年7月 林国斌又成立了前文提到的金广金融 扩大犯罪范围 吸收胡明凯 杜博 苏炯 钱林斌 韩文军等人 成为公司骨干人员 分别掌管公司的五大权力部门 从目标搜寻 到房产过户 都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进行标准化的操作 极大的提高了成功率 专案组经过对金广金融公司的蹲点 发现其仍在正常的运行着 业务员和所谓的客户 进进出出 表面上看 和其他的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初步估计 公司人员不低于一百人 在金广金融公司 每天上午上班前 一百人集体起立 站得整整齐齐的 高唱一首奔跑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追逐泪和闪电的力量 听起来正能量满满 朝气蓬勃 仿佛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全情奋斗着 随着专案组的深入调查 发现林国斌的套路在产业链上 不只有那些骨干员工 竟然还有律师 甚至公证员 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 为其出谋划策和打开绿灯 就在众多的受害人 无家可归 痛不欲生的时候 林国斌团伙却锦衣玉食 大肆狂欢 其员工中 很多人的朋友圈晒的都是名车名表 以及国内外的旅游 豪华会所聚会等照片 一段视频中 一个光着膀子的人 伸出三个手指 大言不惭地对着镜头说 老板信任我 不是白信任的 我也得对得起老板的期望 今年我给公司创造三千万的利润 大家伙是不是该敬我一杯呀 威武干杯 照片里 林国斌带领着手下公愁交错 胡齿海塞 享受着人上人的奢靡生活 而那些受害者 却都变成了人下人 套路带黑恶势力犯罪 和一般的黑恶势力犯罪 有较大的区别 林国斌是通过成立合法的公司 经过正常运营 有实体 一般老外星 很难从其表现形式上 语识破的 而且负责暴力轻防的人员 从表面上看 不属于林国斌名下公司 及关联公司 这样的设计 就是为了规避法律 可见 林国斌在实施犯罪之初 就已经想得很明白 可谓是思虑周全 而实际上 清防团伙与林国斌 存在着固定的利益关系 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链条 林国斌此举 就是为了将涉黑的犯罪行为 与公司有效的剥离开来 经过半年的细致调查 一个以林国斌为首的 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套路带犯罪团伙 浮出了水面 林国斌 团伙头目 公司实际控制人 占股42% 韩文军 杜博 分别占股15% 钱林斌 胡明凯 苏炯 庞孝天 分别占股7% 其中 庞孝天这个颇具武侠气质的名字 并不是林国斌的手下 而是一名人民警察 林国斌为了实施犯罪 还成立了五家空壳公司 用于房产交易 分别是北京九州环宇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水滴石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袁道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福一通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宝处商贸有限公司 受害人的房产被骗取后 都会直接或间接的 转移到这五家公司 再由这五家公司进行变现 2018年9月27日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会同朝阳分局 调集一百多名精干警力 对林国斌团伙展开收网行动 当大批的民警冲进金广润公司后 立刻控制所有在场办公人员 就在此时 会议室里走出一家三口 他们也是来这里办理房产抵押 委托贷款手续的 只差一步 就会落入林国斌团伙的陷阱当中 民警问 你们是不是把房子抵押了 然后在建行做的公正 说下一步给你们打钱 对呀 就跟那边的建行做的公正 下一步就把你们的房子卖了 房子抵押的钱款也到不了你们账上 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不要房子呀 民警一脸无奈的说 他们说不要房子 你们就轻易的相信了 可得多留个心眼啊 经管润的每个员工的工位上都贴着一套标准的话术和操作流程规范 第一步 取公正书三个工作日内取 第二步 取房本 抵押全人或委托人三个工作日内取 第三步 房屋核实 调查购房合同和汽水票 十个工作日内核验 后面还有第四步 第五步 直至第七步 第七步就是 套现 清理住户 卖房 为了快速的搜寻精准目标 提高诈骗成功率 防止引火上升 林国斌指定了一条红线 那就是凡是公检法人员的房产一律不碰 说白了 就是欺软怕硬 专挑弱者下手 民警打开一个有密码锁的柜子 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蓝色文件夹 文件夹上写有名字 全都是借款人 所谓借款人 其实就是那些受害者 文件夹中有借款人的房本 以及借款合同 而合同中 竟然写有如下条款 本人自愿放弃产权证号为 某某某的房产所有权及使用权 如未按约定还款 自愿放弃该房产 其房产内所有的物品及所有权和使用权 包括但不限于门窗 家具 电器 下面一行是 本人以详细阅读此承诺书的内容 特此承诺 这样的合同一旦签订了 受害人将彻底失去房产 而林国斌团伙 则以此作为挡箭牌 规避法律风险 行动当天 专案组共抓获金广润公司的骨干级员工 共计58人 团伙投目林国斌 畏罪潜逃 专案组立即铺开天罗地网 搜寻林国斌的下落 经过十天的周旋后 林国斌被警方抓获 民警问他 你过户的都是什么人的房子 林国斌装作一脸懵懂的说 没听懂 然后左顾而言他 就是有的直接卖出去了 有的过户到自己公司 民警只得重复一遍问他 都是什么人的房子 年轻人的还是老人的 林国斌一脸无辜的说 那我不太清楚 都是下边人干的 因为下边这些事 我就不知道了 林国斌潜逃期间 专案组对林国斌的家里进行了搜查 搜出了200多个文件夹 其中所展现的资料 对后续的罪行认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抓捕过程中所掌握的线索 专案组继续扩大战果 调查取证130余人 对全案嫌疑人 开展专题询问50多轮 形成笔录近1300份 制作卷宗材料900余册 调取审判公证文书500余份 查询事案银行账户400余个 经审计 林国斌犯罪团伙 骗取房产总价值高达3.3亿人民币 实际诈骗金额获利 1.78亿元 相比来看 很多A股上市的大型企业 一年的利润都到不了一个亿 不得不说 林国斌团伙营收的能力 实在是强悍 如果他们的营收 也能称之为利润的话 每一份利润的背后 都是普通百姓的血和泪 这次侦破 是北京市警方 迄今为止 破获的最大一起套路袋案件 林国斌漏网后 涉嫌为林国斌团伙提供便利 并收受贿赂的公证员 王淳 王俊杰等10人 也被警方抓获 2019年1月4日 原东城分局巡查支队指挥室 警长庞孝天 因涉嫌参与林国斌团伙犯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